好,我们来看这个101年基测单选23题 有关于分数的指数率 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复杂 我们分别把它拆解 前面跟后面把它拆解 拆解完之后我们再把它乘起来 前面叫做三分之二括号的二次方 然后再三次方 事实上呢,你可以这样看 这个等于是有三个中括号乘起来 那中括号里面是什么呢 中括号里面是三分之二的二次方 所以那一共有几个三分之二的二次方呢 一共有三个三分之二的二次方 所以等于三分之二的六次方 为什么是六 有三个二,二乘以三等于六 所以呢 这一题呢,叫做三分之二的六次方 那相当于呢,就是 三的六次方分之二的六次方 那这是第一个括号 第二个括号 二分之三 括号的二次方 再二次方 这等于是有两个中括号乘起来 中括号里面呢 是二分之三的二次方 所以全部乘起来叫做二分之三 两个二乘起来 二二,四,四次方 所以呢 最后算出来是二分之三的四次方 也就是 分母四个二 分子四个三 接下来把这两个部分呢 把它乘起来 等于是呢 三的六次方 分之二的六次方 乘上 二的四次方 分之三的四次方 很清楚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 这个三呢 有四个三被约掉了 所以剩下两个三 有四个二被约掉了 所以剩下两个二 所以呢 最后这一题的答案是 三的二次方 分之二的二次方 根据指数率 它可以写成 三分之二 括号的二次方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选C 这个选项